小王 我真的特别替你着急坐在这儿 我现在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夫人在怀孕期间 你一走就是好几天 是她做了什么 让你不能容忍的事情吗 不是 是因为当时没上班 然后她就看不惯 就说我这样 说我那样 然后我就是 但是你夜不归宿 她知道我在哪里 她知道哪里 她怀孕了 她需要人照顾 她是人生当中非常脆弱的时刻 你可以不工作 可以拿不回家钱 这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时间段 一个节点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不能理解她在怀孕的时候 你不在身边 第二个问题 你冲着你们家几个月的孩子吼 她听得懂吗 你只能把她吓得更哭 她不理解 爸爸为什么称我好这样一个人 我平时见的也比较少 看到以后就开始喊 对孩子是有刺激和伤害的 你知道吗 你所有的这种负面情绪 自己没有办法消化 只去逃避 只去发泄 那你老婆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在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当中 我看到这位女士 她就一直是努着往上拔 坐月子的时候给孩子洗澡 你躺到玩手机打电话 玩游戏 为什么 因为你不爱她 也不爱你们的孩子 你爱的只有你自己 爱你的面子 你的理子 你的工作 你的尊严 但是我们为人父母 首先要照顾的是家庭 是子女 大家有的时候开玩笑 说我上班干嘛 我赚奶粉钱 真的就是在赚奶粉钱 而这个奶粉钱 现在是谁出的 是你太太出的 是父母出的 你是有工作能力的人 如果你没有能力 我今天也不说什么了 我要的是一个态度 男人对于女人的伤害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 爱上了别的女人 更多的时候 是在女人希望的时候 让她失望 在女人脆弱的时候 不给予她安慰 而她的三部曲 希望 失望 濒临绝望 怎么唱很简单 未来的旋律 由你起调 你是有机会 起这个调的 希望你能够把它唱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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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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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